好,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虚拟内存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主要内容是下面这些 首先是简单介绍一下当程序在访问内存时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基于这些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虚拟内存 以及虚拟内存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简单的机制是什么 然后第三第四部分就是关于虚拟内存很重要的两个点 一个是地存也另外一个是缺页处理 那么第五部分就是一些要的参考 好,那首先是第一部分 关于内存的三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的程序在访问内存的时候呢 就是操作系统可以是给了我们一个地址范围的 那么这个范围是基于它的就所谓的Word自成来确定的 那么对于32位的系统呢 就是它的内存地址就是32位 那么它最大可以访问4Gb范围的这样一个内存 而对于64位的呢 它其实是可以访问一个16EB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存空间的 但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的计算机当中呢 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么大的内存的 像是32系统它需要16EB 那其实我们是内存是不够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程序在访问内存的时候 它可以用这么大的地址 但实际我们的内存像这里 我有16EB的内存地址 但是我只有6Gb的内存大小 那一旦我这个地址访问到了这个内存之外 那么就会造成问题 可能导致我们的程序挂掉 甚至是系统挂掉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内存是不够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操作性是可以 它是一个多进程的一个系统嘛 所以当我多个程序来通常使用的内存的时候 它会造成一个内存碎片 就像图里这样 我有A B C三个程序 那么我有一个6Gb的内存 那么我A占用了1Gb B占用了4Gb C占用了1Gb 当我A和C退出的时候 我把这部分内存空间给释放出来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程序D 它需要一个2Gb的内存空间 但其实因为我们分配是一个连续分配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虽然总量还有2Gb内存大小 但其实它是2Gb的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程序D 是没有办法运行的 那么这是内存碎片的一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就是 因为我们多个程序 它要同时访问这个物理内存 那么我们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它互相访问了怎么办 或者说是 他们访问的同一块内存怎么办 就是我程序A的 A在占用了这一块内存 那么同时我程序B 我又来访问了这一块内存 并且把它数据给修改了 那么程序A 在访问这块内存的时候 其实这个数据就已经是乱掉的了 那么当我们程序变得更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互相的这样访问 那么就会导致整个内存的使用是混乱的 那么严重情况下 就会导致我们的系统给挂掉 好 这就是内存使用的一个主要的三个问题 那么基于这三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32个地址空间 那么它要求是4GB 那么我们可能没有4GB的空间 我们可能因为内存碎片导致这个空间耗尽 可能是会因为程序空间访问导致这个系统挂掉 那么我们如何解这个问题呢 就是可以看到它这几个问题的关键就是 多个程序访问同一块物理内存 而这个内存空间是不够的 那么它的一个解决思路就是 我能不能让每个程序只访问 都有一个自己的内存空间 然后它通过自己的内存空间去访问 那么如果说它有的话 我们需要将它的自己的内存空间 来映射到我们实际的物理内存空间 从而达到成一个内存的访问 那么这个就是虚拟内存的由来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什么是虚拟内存 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在我们计算机科学当中 它有一个就是很著名的话 All problems in computer science can be solved by another level of interaction 是我计算机科学当中 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加一个中间层来解决 而虚拟内存其实就是 我为了解决内存问题 所以引入的一个中间层 那么它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 它为每个程序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致的私有地址空间 就每个程序都有一个自己的私有地址空间 那就是它有自己的虚拟内存地址 而当程序来访问我的物理内存的时候呢 它是通过虚拟地址来访问的 同时它要做一个基于虚拟地址对物理地址的映射 就是它有一个可以例为一个mapping 来维护一个它的就每个进程都有一个mapping 来维护它的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 就像这幅图看到的我ABCD程序 它都有各自的mappingA,mappingB,mappingC,mappingD 然后当时访问的内存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mapping来访问到对应的物理内存 好,这就是一个虚拟内存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 它是怎么解决我们上面有的三个问题的 首先是针对我的内存不够的问题 它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虚拟内存 它将我们的就是RM主存 视作一个对于侧盘的一个缓存 那其实就是将内存和侧盘 看作一个完整的存储空间 那么当我们的程序通过这个地址映射 来访问内存的时候 如果说我这个地址超现了 我发现我要访问很多的数据 但是我内存不够了 那么它就转而去刺盘上访问 去读刺盘上的数据 那么这样就是 这样就相比于单纯的物理内存 就有了一个更大的存储空间 从而解决了我们物理内存不足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的内存碎片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还是通过这个地址映射 像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我A和C释放之后呢 其实我是有 总量有两GB内存的 但是这是两个一GB的 那么对于程序地 它需要两GB的内存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将它的一部分地址 虚拟地址空间 来映射到我们上面 这个一GB的物理内存空间当中 然后将另外的一部分的虚拟地址空间 映射到下面这一块 物理地址空间当中 那么这样就解决了一个 因为那些碎片导致我们程序无法运行的 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个 它是怎么解决这个 就是互相访问的问题 首先还是基于映射 因为每个程序 它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映射机制 所以它可以保证 我程序一的映射 只会映射到它自己的 映射到某一颗物理内存当中 而这一块物理内存 是不能被其他程序来访问的 同时它可以就是在虚拟地址当中 加一些控制味来实现 对一个就是一个 可以说读写权限的一个设定吧 那么通过读写权限的设定呢 我就可以实现一个内存的共享 就是我可以允许哪些内存 是可以被多个程序共享访问的 而其他的我也可以来控制 他们是不能被互相访问的 好 这就是关于第三个问题的解决 好 那就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虚拟地址的一个基本机制 它将我们的REM内存 作为一个侧帆的缓存 来进行管理 从而提供一个大的一个存储空间 那么第二个就是 它通过一个一致的内存空间 它可以简化我们的内存管理 第三个就是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地址空间 不会被互相访问到 那这就是一个虚拟地址的基本机制 那么第三部分和第三部分 就是关于 这个虚拟地址的两个问题 首先看第一个就是地址翻译 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虚拟地址 它是通过一个Mapping 就每个进程都为自己的一个Mapping 来实现这样一个地址映射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而这个地址映射 其实在虚拟地址当中 叫一个地址翻译 就是Address Translation 地址翻译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是是怎样实现的 首先明确两个概念 就是关于内存访问的 在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当我们程序运行之后 我们需要在内存当中访问 它的数据 那么其实是有两种方式 就是第一种就是一个 叫静态定位的方式 就是当我程序加载的时候 我的所有数据指令 都已经包含了 它对应的内存地址了 那么当它加载完成之后 这些内存地址就不变了 那么当我CPU去访问 这些指定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拿到地址 然后直接去访问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静态的一个重定位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叫一个 邓态的重定位 就是我每个 就是我们虚拟内存 它每个程序 都是有一个虚拟地址 当它去访问内存的时候 它其实需要 做一次转换 将虚拟地址 转换为我们的物理地址 再去访问的 那么这个转换 其实是通过 要通过硬件 就是CPU上的 Memory Management Unit 内存管理单元来实现的 那么我们这里提到的 就是Address Translation 地址翻译 全是动态地址定位的 这样一个 动态内存定位的 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 这个地址翻译的实现机制 首先第一种机制 就是它叫一个 Base and Bounce的 这样一个机制 就什么是Base and Bounce呢 它指的是两个 硬件上的 寄存器 首先是一个Base 就是基础地址寄存器 它呢 其实是存储了一个 我的70 物理地址 而它 它表示的就是 我这块 我这个程序的 内存地址的起点 那么它存的 其实是 就是它的70 物理地址 而对应到虚拟地址 那就是零 因为是7点 所以是零 那么还有一个Bomb的 就是叫边界 介组器 它存存了 就是 我这个程序 可以访问的 虚拟地址空间的 最大值 就表示一个边界 那么 这个程序 所能访问的 内存范围 就是由这个Base 和这个Bounce 去接近的 就是 这个虚拟地址 就是从零 到我这个Bounce 就是这个最大虚拟地址 而 而它是怎么 这个地址翻译的呢 就是它的机制 首先是 它会将程序 加载到一块 完整的内存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图 就是我A程序和B 就在这样一块完整内存当中 然后它有一个base的这样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当我CPU需要通过我的虚拟地址 来去访问物理地址的时候 它首先会做一个判断 就是它的虚拟地址和这个bounce做比较 就是看这个虚拟地址是否在这个bounce范围内 如果不在的话 那说明它是访问了其他内存的 但是它能访问的内存空间只能是这一块 所以它会暴脱 然后如果说我比较成功了 表示我这个虚拟地址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基础地址 来计算出我的物理地址 就是说因为像就是我们的物理地址 就是基准物理地址对应的虚拟内存是0 那比如说我虚拟地址也访问1024的地址 那其实就是0加1024 而对应的物理地址 其实对应的物理内存地址 就是base加1024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物理内存地址 然后再去访问我们的内存 这是base and bounce的一个基本工作机制 那么 按下base and bounce它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就是简单划算以及快 简单就是它其实 就是将程序的分配到一个连续的物理地址空间当中 所以它的分配是非常简单的 另外就是它只需要两个硬件计算器来进行工作 那么这个是非常就是不会耗费太多的硬件嘛 所以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快捷 它的就是比较和相加其实是可以并行的 那么就达到了一个提升性能的作用 但是它也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有内存碎片 这个内存碎片既包括内部的也包括外部的 首先看内部的就是因为 它给每个程序分配的 其实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 但其实可能程序用不了这么多 它可能在图上用一个底下用一个 或者是怎么着 那么它内部其实是有大量的内存空间会被浪费掉的 而同样对于程序和程序之间而言 因为它分配的这个内存中间 也会造成很多的碎片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Mapping机制来 来图形利用这些碎片 但是这依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分配行为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不够灵活 就是还是那句话 它是针对每个程序分配一大块内存 那么它是不便于我们内存进行管理的 那么所以基于它的这些问题 在Base and Bunker的基础之上呢 就提出了另外一种就是地址翻译的方式 叫做分段 分段的思想就是对于我们的程序 它的内存使用其实是分不同的 不同的块的 就可以说像有代码区有堆有站 那它的思想就是我将这些不同的区域 分成不同的段 然后每个段其实又有它自己的 一个Base and Bunker的这样一个存储 那么从而实现一个比简单的Base and Bunker 实现一个更灵活的这样一个地址管理 这样一个内存管理 那么看一下 就是当它分成段之后呢 它的一个地址翻译就是 它需要先找到段 然后找到某一个段之后呢 在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Base and Bunker的 这样一个算法来计算得到我们在 段中的数据 在19不理内存当中的地址 你可以看到它的虚拟值其实前面就是段号 后面就是我这个段在我这个 内存空间当中的偏移 那这是分段的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看一下分段的一个优缺点的比较 首先是它和 因为它分段了嘛 那么它实现了一个就是内存的这样一个离散分配 然后那么它就可以实现一个基本的 这个内存共享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我不同的程序 其实是可以来共享某些段 第二个就是一个灵活性 就是它和Base and Bunker的机制相比呢 它每个段是可以独立的进行一个伸缩 同时就是因为它分段了 它可以那么它可以避免就是我一个程序 分配这一大块完整的内存 从而避免了一个内存浪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段它有很多不足啊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段大小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对于段的管理其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第二个就是一个外部碎片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个段 但段与段之间其实是会造成很多的内存碎片的 第三个就是因为它每个段都是基于一个Base and Bunker 这样一个机制来的 那么就是它对于计算器的要求是更多的 那么这个程度也会更高 那么其实但是关于段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还是它不够灵活 因为段其实它也是一种 粗粒度的内存管理方式 我可能一个段也会变得很大 并且段内部也会有这种内存空间的浪费 包括外面也有内存碎片 那么基于段的这些问题呢 就是人们又提出来第三种地质翻译的方式 叫做飞液 它的一个思想就是我段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嘛 那么我管理起来也麻烦 我还有各种内存碎片 所以它到飞液的时候就是我将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 都切分为一个就是大小固定的液 就是每一块都叫做一个液 那一般来说这个液的大小是4KB 然后我就统一对这些液进行管理 那么有了这些液之后呢 我对于每一个程序 就是它会有一个 它在内存当中会围过一个PTable 这样一个液表来管理 就是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一个映射 那么液表里面 它每一项就是叫PTable Entry 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业 到物理业的这样一个映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就是我虚拟地址空间和物理地址空间都分页之后 比如说我有一个 我程序表示要请求我的虚拟业一 那么它通过这个PTable 看到这个虚拟业一对应的物理业是4 那么我就到实际的物理历层的第四页上 来找到它想要的这个数据 然后就是它这个对于以液为 就是以非要地址实现的这样一个 就是地址翻译的处理呢 它是没有这些就是计算操作的 那么它的就是液码是直接写在了这个 就是虚拟空间地址里的 它可以直接从地址里拿到液码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搜索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分页机制的它的一些特性比较 首先就是它非常的灵活 就是我的内存管理单位是以一个4KB的液为单位的 那么就是我可以 并且它的都是固定的 大小都是固定的嘛 那么我就可以随意的对液进行一个分配 第二个就是它几乎没有内存碎片 它就算是有 我只是在这个4KB的液当中有内存碎片 但其实我整个内存浪费也是很小的 好 这是关于液的一些优势 那么分页机制也是现在操作系统当中 所使用的这种地址分页的方式 那么当然分页机制它也有不足 那么它对大的两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我的液表可能会变得很大 那就举个例子就是 像我们在32倍系统当中 它所要求的内存空间是4GB嘛 那么4GB我每页是4KB 那可能如果说我要完整的表达 表示用液来表示这个内存空间的话 那么它可能需要100万个液才能实现 那么对应到PageTable 它就要有100万条因子关系存在那 那么它占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在32倍系统当中 一个进程的液表 它可能会占4MB大小的空间 并且进程的液表都是存在内存当中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程序多了的话 假设我们就有100个程序 那么每个程序都是4MB 那么我光页表就要占400MB的内存空间 那么这个内存空间的消耗还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地址翻译可能会变慢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它有很多个项 并且我这个查终可能是地址翻译可能是非常频繁的 那么它的性能还是需要提升的 好那么针对液表的就是液表过大和这个地址翻译过满 这两个问题呢 那么后面人们就提出了更多的解决方案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是针对一个就是地址翻译的一个性能的 就是翻译的加速 就是 有没有提出这叫translation lookside buffers 就是TRB 翻译成中文叫翻译后备缓冲器 它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我们的我们页表的一个缓存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CPU上的一个硬件 就TRB硬件 那么他们会把最近访问过的页来缓存到这个TRB当中 同时实现一个性能的提升 像我们CPU如果说是可以开张图 就是如果我们CPU去访问内存的话 它可能需要几十个CPU的时钟周期 但如果说我们将某些PTable的映射缓存在这个TRB的话 那么它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就可以访问到了 那么这样就实现了达到了一个加速的效果 好 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就是TRB的缓存命中率 它是能达到95%的 但是具体的细节我还没有考究 所以 再也只知道就是TRB对这个PTable 基于分页的这个地质翻译的性能提升 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就是 因为TRB 它也不是万能的 它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是没有所谓的云站 那么TRB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缓存 其实是针对于当前这个正在运行的进程的 就是我CPU调度到当前进程了 那么我去访问它的页表来实现内存访问 这个时候我会把它的页表的内容来缓存到我的TRB 那么一旦我基层切换了 我要实现一个上下文的切换 这个时候 我TRB当中的 对PTable的缓存 其实就失效了 那这个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呢 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这个刷新 简单来说就是我一旦 你之前一个刷新的切换 我就把当前TRB里的缓存全部干掉 然后等下一个进程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PTable的PTE再进来 再实现一个缓存 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我们的进程切换特别频繁的话 那其实是它会造成大量的就是TRB缓存没有命中的情况 那其实就会 那其实这个缓存相当于就失效了 那么自然而然会影响我们的性能 这就是在变化变成里可能就是我们尽可能要减少这个 就是上下文切换嘛 那么TRB也是受影响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么关于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叫做ASID的方式 其实就是叫Advice Space Identifier Field 它就是一个地址空间标识符 简单来说就是它在TRB的这一条缓存当中呢 它加入一个标识来表示这是哪个进程的缓存 那么通过加这个标识呢 我们就实现了我们可以在TRB当中 同时保存多个进程的缓存 这样呢当它我下一个进程切换了 比如说我A切换到B 然后B在切换回A的时候呢 可能我发现我A的这个缓存还在TRB当中 那么这有我可以继续使用缓存 同时达到一个提升性能的目的 好这就是关于上下文的一个切换 当然关于缓存的切换还有很多算法 这个我们放在后面的缺页当中介绍 好这就是关于TRB加速的一个方案 另外一个就是我为了解决我 我叶表过大的 我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我使用一个更大的叶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的叶只有4KB 所以导致我哪怕只是要映射一个4GB的 4GB的内存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地址空间 我也需要100万条PTE 那么如果说假设我这个叶 它一叶它有1GB的大小呢 那么对于这个4GB内存大 它其实只需要4条映射规则就够了 而每条规则它是代表一个地址 那么是32GB就是4个字节嘛 那么它只需要16个字节就能完成 对这个整个地址空间的这样一个映射 所以就是它的好处就是 我通过使用一个大叶 我可以非常好的来减少 我PTE的一个阴区的数量 同时提升一个减锁的速度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的PTE数量很少 那么我可能全部缓存到了TLB当中 那么它可以提升一个TLB的命中率 从而实现一个性能的提升 当然它也有好处就是因为它的叶更大了 那么这样它就会造成 就会在内部造成内存碎片 从而造成一种内存上的浪费 那么在一般情况当中 就是大叶的大小一般是两兆或者是1GB 一般来说就那些就是我需要大量内存的程序 比方说像Oracle是数据库这种 它才会使用到大叶 大部分程序还是会应用到我们正常的 就是4GB的配置 好这是关于大叶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关于第三种方案就是一个多级叶表 这也是对叶表的一个优化 就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我的一个叶表 它是需要占用4MB的内存空间的 就是这里 那其实这个叶表它其实是一个单级叶表 那么它为什么需要占用4MB的空间呢 我可能我只需要比方说我这个程序只用了我第一页 这个4MB是有数据的 但是你这个叶表竟然还是给我占用4MB的内存空间 它的原因就是就是它是个数据 而数据的地址空间必须是连续的 那么也就导致了它这个单级叶表必须是始终 全部保存在内存当中 哪怕它只有其中一个是一个缩影是有值的 所以它需要完整的占用4MB的内存空间 那我们觉得我们如何不让它去占用这么大的空间呢 就是在某些内存我们没有用到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这个PTB的映射的 那么我们其实不应该去给它分别还存的呢 那么这个就是通过多级叶表来实现 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开张图就是实现一个机制 就是我第一级叶表 它保存的其实是像下一级叶表的一个映射 而只有在下一级就是这里是个二级叶表 所以它只有在第二级叶表才是存储在真正的PTB 就是它的我们的虚拟页到物理页的这样的一个映射 那么给大家讲 我有假设我现在只有第一页4KB的数据是分配了的 那么我对于第一级叶表 它对于第一级叶表它始终是需要保存在内存当中的 然而我对于第二级叶表就是剩下的 其实是我是可以没有的 就是我如果说我只有这个VP0有数据 那么我完全可以就是我PT10下面关联一个二级的一个 页表 然后这个二级叶表当中也是只有第一条PT10 它对应到一个实际的虚拟页到物理页的这样一个映射 那么除了这个一级叶表和这个一个二级叶表之外 那么我其他的其实都是都是可以没有分配内存空间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内存空间是可以极大的节省的 就简单看来如果是一个4GB的内存 我的一级叶表它有1024条数据 就完全可以映射1024个二级叶表 而每个二级叶表呢它也可以映射一个1024条 就是这个PT10数据 那么对于就一条数据的情况 我只需要保存一个完整的一级叶表4KB 以及一个完整的第一个二级叶表4KB 就只需要8KB的空间就够了 而不像原来那样 我需要使用一个4兆的一个大叶表空间 好 这就是一个关于多级叶表的一个简单机制 在实际使用当中 一般是用的是一个4级叶表 这里图里只是两级叶 好 那么简单对整个地址翻译机制 为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地址翻译的几种机制 就是B3的Balance 然后在B3的Balance发展出了分段 然后在分段基础上又有了分页 而对于分页 它又有页表扩大 以及就是我前的地址翻译可能会过慢的问题 那么它又提出了几种优化方案 分别是TRB Big Page 大页 以及Multi-Level Page Table 就是多级叶表 那么这是一个关于地址翻译的这样一个 好 那下面就是最后 就第四部分 关于一个缺页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先回到就是这个 这一页 就是 这一页 就是我们提到 虚拟内存 其实是将主存 视作一个磁盘的 这样一个缓存 缓存 缓存的 然后就是它将主存加磁盘 视为一个完整的地址空间 那么当我们去访问内存的时候 那么我们访问不到 我们就要转而访问 访问这个磁盘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引发一个缺页的异常 就是 我要访问某一个虚拟页来获取数据 但我发现 这个虚拟页 其实是没有存储在物理内存当中 并且在磁盘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是需要把数据从磁盘来读到这个内存当中的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 如果说我没有在 内存中发现 那么硬件 它会产生一个缺页的异常 那么这个缺页异常 就会有操作系统的缺页处理程序来补货 然后执行一系列的操作 那么它的操作过程是下面这样的 对于一个基本的缺页处理 它简单来说就是 因为我的配置在磁盘上 所以我要从磁盘上读到这个配置 并且将它加载到我的物理内存当中 同时因为现在我的物理内存已经有这个数据了 那么我就要更新我的配置推保 来更新这个意识关系 来保证我下次再访问这个配置的时候 是可以在内存当中访问到的 好 那么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如果说我们的内存已经满了呢 就是我内存当中的这些物理内存页都已经满了 这个时候它就需要执行一个换页的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因为我页已经满了 我为了让把我新的页来存进来 我就需要将已经存在2M当中的页给去除出去 并且如果说这个页是一个脏页 就是说它的数据是被修改过的 我们还需要将它写回到磁盘 OK 那么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呢 整个接测页才能加载到这个2M 并更新PTable 然后当这个完成之后呢 就是操作系统会再跳回到 就引发缺页异常的那个指令 就是再重新去访问我们的内存 再去访问数据 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当我执行这个换页的时候 我应该将哪些页进行一个驱逐呢 那么下面就是对这些驱逐的一个 选择的一个算法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看第一种 就是它叫做最优换页算法 它的一个思想就是 我要执行 我要将某些页进行驱逐出去 哪些是最应该驱逐的呢 就是我可以保证确保这些页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不会再被访问到了 那说明这些页是可以暂时 不留在内存当中的 那么我就将这些页给驱逐出去 那么简单看一下这个图啊 就是比方说我有0,2,1,6 这四个页 那么我现在都存到这个物理内存当中了 这个时候我又有一个 就是访问一个PG4 那么我需要将它从四盘来读到内存 这个时候因为内存已经满了 我需要将其中的某一个页来驱逐出去 那么我应该选择哪个呢 好 那我就看一下我接下来的内存访问 是要用到哪些页 我就看到有40,1,03,1,2,1 也就是说是0,2,1之前我是都要用到的 而只有6这个页 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用到 所以我就把这个6这个页给驱逐出去 这就是最优替换算法的一个思想 当然这个算法它是一个就是理论上的算法 因为我们是在实际的实现当中 我们很难能够精确的计算出 我未来到底要访问哪些内存 然后我就将这些内存始终保存在 就将这些也始终留在内存当中 这个实现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算法 好 那么再看其他的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常用的方法 就是first in,first out 先进先出 那么它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维护一个队列来记录我的配置的访问记录 那么我先访问的配置 那我就先向这驱逐出去 后访问的我就后驱逐 那可以看这个例子 就是我0,2,1,6先进来了 这个时候我进了一个4 那么这个时候我需要执行一次驱逐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零是先进来的 所以我就把零先给驱逐出去 然后把这个4这个页来存进来 这个就比较 算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算法 然后在先进先出这个算法之上呢 就是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叫一个second chance这样一个算法 就是二次机会 简单来说就是 对于先进先出 就是它一旦发现某一个页 它在这个对头了 那就这样的驱逐出去 而second chance就是我给我这个堆列当中 维护的这些页的访问记录 加一个访问位标记 如果说我这个配置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它被访问过 那我就把这个标记置为1 如果说我我进行幻影的时候 发现这个页在 它在这个堆列的头部 它要被驱逐出去 但是它的访问位是1的话 那么它就认为 这个页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访问过 那么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再访问它 所以我就先不要驱逐它了 我让它再火一次 就是叫second chance 就再给它一次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就会将这个beta 就是这个访问标记设置为0 然后再将它加到这个队尾当中 然后再看下一个 如果下一个还是1的话 它就继续这样一个投资 直到找到有一个 就是如果说它的beta是0 那也表示 你在对头了 并且你这个页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 是没有被访问到的 那我就认为你这个页是可以被驱逐的 所以它就将它驱逐出去 那么可以看这个例子 就是我的2,4,1 其实是都是被访问过的 所以它都给了 它都将它的位置为0 并加到了这个队尾 就又给了一次机会 那么只有这个3 它的那个beta是0 所以它就会被驱逐出去 当然如果说我所有的beta都是1的话 它其实就会执行一次完整的循环变历 发现我没有配置是可以被驱逐出去的 但是那么它在变历完成之后呢 那所有的位置其实都变成了0 那就退化成了一个 就是基本的f先出的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就再找到退了 你现在都是0 那么我就只需要将这个对立头的这个配置 来给驱逐出去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second chance的算法 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3种是叫clock algorithm 就是时钟算法 那么它其实是和 就是这个second chance是类似的 但是呢 它的在实现上会更高效一些 因为f就是first in first out 和这个second chance 都是基于一个对列来实现的 那么它每次进行一个便利 它可能都需要将 它需要将这个对头的元素移动到对位 而对于时钟算法呢 它其实是用一个循环 时间上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循环列表 然后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钟的指针 那么它指向某一个配置 然后如果说它这个配置 它的位 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这个bit位的标志 是否标记过去一段时间之内 是否被访问过的 如果被访问过就是1 如果没有被访问过就是0 那么它检查这个标记 如果说它被 它是1说明被防够 我不应该去除它 那就将它置为一个1 就将这个bit来重新设置为0 然后再指向下一个配置 就这个指针会移动到下一个配置来检查 这个配置才是0还是1 如果是0的话 那我就将这个配置给去除出去 所以就是它是将一个 从对头到对尾的一个选择 转过一个就是我只需要 移动指针运行的 不需要这些一个元素的一个移动 那么它是相对于更高效的 这是关于时钟算法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个随机算法 这个算法就非常简单粗暴了 就是一切随眼 我挑到哪个是哪个 我挑到哪个页 我就将它去除出去 这是它一个简单的机制 这里就不得实力了 好 那么像我们提到的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的探访 以及这种随机算法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是就是按部就班的来 将业进行驱逐的 那么对于某些 就是它的业是 它对业是不得区分的 它可以就是各种业 是以一个机会均等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驱逐 那么对于某些重要的业 就是某些热点业 我可能要频繁访问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 你不加判断的给我处理 那么就给我驱逐出去 那其实就会造成 造成我不断的 的缺业异常 那么这个对性能 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人们就提出了 其他几种 就是基于这种 历史访问情况的 这样一个换业的算法 那么最常严的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LU算法 就是最近最少使用 使用的算法 那么它其实就是我 就是用时间来作为一个 一个判断标准 就是我在过去 过去某一段时间内 我访问人最少的 我优先驱逐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有四个月 零二一六它满了 那么我零是在八门之前访问的 二是在六门之前 一是在四门之前 六是在一门之前访问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需要驱逐业呢 我就继续这个时间 我就看 零这个也是在八门之间 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内 最少访问的 那么我就优先将这个零 进行驱逐 那么这就保证了 就是我最近使用的 一些业 它是可以保留在这个内存当中 然后从而实现 一个更高下的访问的 那么与LU类似的 还有另外几种 就是水源就是和它相反的 就是叫MU 就是most recent use algorithm 就是我最近最大使用的 那个业优先驱逐 它其实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 就是我的程序 不会重复访问 已经访问过的地址空间 那比方说 我有一个大的循环 那么其实我就一直循环下去了 我不会再说是 我循环到后半部分的时候 我不会再去访问 前半部分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前半部分的数据就没用了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 用这种MU的这种策略 来进行一个驱逐 好 另外两种是 就是LU和MU 其实是基于时间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LFU和MFU 它是基于频率的 那么LFU就是 我最少频次使用 就是我每次访问这个PIT 我都给它记个数 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技术最少的页 我就优先将它驱逐出去 那么它是基于一种思想 就是我某些程序 在初时化的时候 它可能这部分内存 是频繁使用的 但是过了这一部分 那么它可能访问 次数就很少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通过 用LFU算法来将它驱逐 那么第四种就是 我的Most Frequency Used 就是我最大品质的访问 那么它的那个思想 就是和那个MU就比较类似的 就是我 我不会访问的 我已经访问过的内存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MFU算法 来进行一个驱逐 好 那这就是四种 就是基于这种 就历史访问情况的 这样一个驱逐策略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流 就是 在内存使用当中 是有一个就是叫做 颠簸 就Threshing 颠簸的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内存紧张的时候 我如果说 我如果说我的那个换业策略 并不是很高效 那么它会导致大量的 缺液异常出现 那么一旦缺液 我就去 要去读磁盘嘛 那么其实会 会有大量的IO产生的 那么会导致我的CPU使用率 急剧下降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是 当我 颠簸 颠簸发生的时候 我的CPU利用率 然后 就下降的非常快 那么它是 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现象呢 就是那边又提出另外一种 就是叫做 Working set model 就是工作集算法 它是相对 比较高效的能解决 这种颠簸 现象的一种 就是 就是 切换算法 那么它的思想就是 我去过去 过去某一段时间之内的 访问页 作为一个集合 它认为就是 我的程序 在过去这段时间 之内访问的页 那么我在未来 可能还是会继续访问 所以它就是 优先将这个 这个工作集当中的 就是它把这部分 设为一个工作集 然后它优先将工作 集中的页进行保留 而将工作集之外的那些页 进行一个优先的驱逐 而这个工作集 是 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像我们这个图里的 我在过去这个时间 转T1之内 那么它的一个工作集 是12567 这几个页 那么 它在驱逐的时候 就优先将 12567之外的页 进行一个驱逐 然后过来的 过来的时间呢 它就变成了这个 三合四的工作集 那么 我就优先将 三合四之外的页 进行一个驱逐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思想 然后关于工作集的实现 其实有很多种 这里简单介绍 一种比较常见的 就是 还是叫做 就是工作集始终算法 它 这个图看着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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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我就直接简单讲 讲一下吧 就是 它对于 每一个 就是操作的系统 它要维护 不单去维护 更新 我们的配置的集合 所以它会执行一个定时任务 去追踪 这个工作集的变化 那么它怎么追踪的呢 就是 每个配置 它是有两个字段 第一个是叫做 reference bit 就是它来标识 我这个配置 在过去这段时间之内 有没有被访问到 如果访问到 那就是一 如果访问不到 那就是零 同时 我有一个 last use time 就是我上次使用时间 其实就是这个 上次我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定时期 出发任务的检查时间 就是 我在过去 这段时间之内 我来检查 这些页 如果说 它的页的 reference bit 如果是一的话 那也表示 在这段时间之内 它是被访问到的 那么它这个应该是 放在工作机当中 优先保存的 然后 那么 操作系统就会将 将它的beta设置为零 并保存的工作机当中 在进行下一个周期的检查 如果说 我的reference bit 是零的话 也表示 在我过去这一段时间之内 我这个页 它是没有被访问到的 那么 同时 因为 我当前时间 和这个 过去这段时间的差值 已经超出了 我这个时间段 那说明 我过去 那就说明 就是在过去 这个时间段的工作机当中 是不包含这个页的 所以我就优先 将这个页进行一个驱逐 那这就是 工作机使用算法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原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 只是讲一些基本概念 并没有讲细节 那么最后就是 一些参考资料 上面的是 基本操作系统相关的书籍 那么下面是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就是今天分享主要内容